有请诸位 我也好 诸位我想非常简短的请问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过去前几天发生的那个烟火炮竹的问题 其实烟火炮竹大部分用来洗清 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民俗活动 那么你们会不会针对这些有危险性 或是感觉起来比较有危险性的 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 你们会做一些配合这个消防单位也好 或是说这个公安单位 做一些比较不同的规划 你有没有考虑到过这个问题 就说我们消防的单位的这个规范是最基本的 就是说一定都是要照这个规范来做 对对对 也常过去曾经发生过有一些一些一些民俗活动 或重要的民俗活动 然后它发生到就每次都有人受伤 炸伤眼睛干嘛的 是 这怎么办 因为很多的这些民俗活动 它是自发性地方在在办理的 他也我举例来讲 他过去比如说盐水风泡这个 他也不会说跟我们申请这个经费的支持 所以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办法说去规范 他的办理方式跟内容 那只是说他要办的过程 他一定要经过消防方面的这些规范跟检查 那个就是 对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说站在 如果是呢 如果是文件会会 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妈祖 是 妈祖你们现在也把这个 这个北港朝天宫 列入这个重要民 国家重要民俗 是 那你们你们呢 你们的看法呢 你们会针对这些 重要已经列入重要民俗 国家重要民俗 或者文件会 接受文件会经费补助的这些民俗活动 你们会做哪些公安规范 是我们去 来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谢谢委员的提醒 我觉得这一部分 我们过去就是只是做一些经费的这个支持 然后比如说把它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活动 等于说给他一个尊荣 然后给他一些经费的支持 那这些经费我们不用在这个爆竹的这个释放上面 可是我觉得您这样提醒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义务 我们应该要提醒他们在整个安全性的规范上面 我觉得要 你既然要接受 会同其他的部会 来做这方面的 我们会加强 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的北港朝联工 北港朝联工 银妈祖是你们把它列为这个国家重要民俗 那还有哪些国家重要 包括郑南宫吗 还包括其他 对还有郑南宫 还有白沙屯 今年有三个 银妈祖的部分 对对对 今年有三个 总共这几年来 列为重要国家重要民俗活动 它的位阶 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法律上的定位 或是怎么样的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怎么样的 这是根据文资法 他们就是变成国家重要的这个无形 可是现在不牵制到经费补助了 因为其实 以北港或是正能工 他们也不需要经费补助 对 只是他列入国家重要民俗活动 国家能够帮忙他们什么 他其实 我们在经费上是象征性的 就是卓宇 国家能帮忙他们什么 所以怎么样帮忙他的图档资料 能够整理 这部分 这还是主要 是协助 我们最主要是协助他们保存记录 就是把整个他们的活动 这份希望说列入重要民俗活动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意义 好不好 好 谢谢主委 谢谢大家